世界十二強棒球錦標賽 中華隊預賽強勢二連勝 不只提招搶下 超級循環賽 附賽門票 帶動收視率 和廣告項目之外 台灣有許多媒體飛到日本採訪 超過五十人的大陣仗 讓國手們感覺格外受到重視 他們這幾場比賽專注在球場上 那媒體還有團隊的鼓勵跟支持 就放在心裡這樣子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這幾天的採訪的量 都遠遠超過我在日本一年的份 因為我在球隊一直都沒有在很重要的位置 所以自己也要更努力 在球場上 在球技中 也要有這麼多媒體這樣大陣仗 有 很感謝媒體的報導 然後跟球迷來進場為我們加油這樣子 然後自己也是放著平常心吧 因為這是一場比賽 就希望可以在成績上 證明自己的實力這樣子 台灣媒體採訪人數之多 除了因為日本東京相對更近 有利於海外報導 關鍵還是這批中華隊的凝聚象星力 以及各有鮮明特色 場邊有專業的體育電視台 傳統平面媒體 網路影音 新媒體等等 相機攝影機不停捕捉 讓洪總開玩笑說 期待往後的中華隊 都能收到這麼多媒體報導 這次的媒體數每天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然後從二十幾個 三十幾個 然後到現在已經快要五十個 然後我也覺得說 哇 大家真的很在意這件事情 我二零零三年進來的時候 第一年讓我比較印象深刻 因為那一年剛好二零零三年押緊賽 就是奧運之隔 然後那一年也很多媒體 然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媒體 所以那次就是一個很大的媒體團 然後已經韓國那一刻 大家在看臺上面 記者席上面 搖國旗 加油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 哇 來這趟來對了 那趟就是我第一次印象深刻 各家媒體人數多 考驗彼此取材巧思 以及切勿的角度 儘管不輕鬆 無非就是要把最快 最豐富的中華隊報導 呈現給在臺灣替他們加油 打氣的球迷 以上是我來提升商場黃華軍 我們在日本東京做的採訪報導